官方发文幕批威亚逃税被追缴并处罚13.41亿 并且报道了是如何逃税的 官方点名也就意味着威亚逃税是事实 前有雪梨被封杀 想必威亚这一次也逃不过封杀 毕竟逃税税局巨大 并且还是公众人物 若是不严惩的话 难免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很多网友直言 我欢乐逗都赚不来这么多 赚得越多越不知足 欢乐逗都没有见过13亿 不得不说 威亚这一次逃税的数据太大了 人追缴并罚款 但是逃税真的让人无法原谅 威亚是直播带货的头目大主播 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 每天都会直播 并且每天的观看 人次追少也有2000多万人 威亚在某宝已经作用9000多万粉丝 不仅仅收获了人气 也赚了非常多的钱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她逃税了 恐怕她的直播事业 这次彻底的完了 威亚的人气非常高 随着人气的增加 她不仅仅是以为带货主播 更是经常登上大银屏 甚至被邀请出席一些官方正式的活动 可以看得出来威亚的影响力 这一次逃税数额巨大 应该很难再翻身了 威亚若是被封杀 那某宝的头目大主播 就只有李佳琪了 李佳琪的热度虽然比威亚低一些 但是口碑 专业度 以及直播间的氛围 要比威亚好一些 看来主播们还是要像李佳琪一样 安安愤愤 遵纪手法才行 威亚本来今天晚上7点 还有一张直播 但是现在看来 这场直播应该开不成了 当然了 如果威亚今晚开播的话 那关于逃税的问题 她也逃不掉 面对网友们的问题 她不得不面对 不得不回答 那就让我们静静的等待吧 看看今天晚上7点 威亚还开不开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